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姨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大牙小廚房 看到桌上這麼多東西 阿星今天要來做 在串燒店G9都能吃到的 五花肉料理 那這裡面最特別的 我個人覺得是這個 五花烏烈跟這個 五花雞蛋豆腐 聽說這兩款東西特別的好吃 那上次我在G9有吃到 五花 鴨唇蛋 我跟Yuna說 哇這個鴨唇蛋 五花肉上次好好吃喔 然後又要一臉像巴勞一樣 這很普通喔 沒有 我們通常都吃什麼 番茄 然後還有小黃瓜嘛 這些我們都沒有 我們現在要來做的就是 玉米筍阿 鹽唇蛋阿 金層菇阿 烏烈阿這些 那我們就來開始做吧 那個 那我們現在呢 先把人串的東西串一串 像是我們的 烏烈 其實我覺得豬五花的 那個包覆性跟黏性 非常讚 它可以輕輕鬆鬆的 就黏起來就包起來 用豬五花包了 快快 看起來 有一點不妙 但是 大家不要想歪 這是豬五花跟蝦咧 再來是玉米筍 你看 哪有五花肉給這麼大塊的 我是不是可以不用串起來啊 剛剛被讀簽怎麼樣 串起來是好難嘛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 一捲的放在這 也是不錯 但是蛋應該就要串起來了吧 我也忘記他那個蛋是怎麼包的欸 鵨唇蛋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就拿料理餅 對吧 那他們這些剩下的人料有種飯啊 我沒有炒料 難怪他們有賣肉絲炒飯 接下來要幫你最喜歡 對最喜歡 番茄 到底是誰想的啊 要拿番茄去配這個東西 有嗎 有人嗎 觀眾一定會告訴你 大家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你們覺得 你在串燒吃過最特別的東西是什麼 我最近很想去日本吃吃看那個 提燈 台灣沒有的 那你剛剛臭沒有 把那個肉跟肉的結束點 放在一起 你媽媽就會閃掉 真的 你好聰明 好我們把我們這個呢 沾上我們的佐料 我用大家都有了 四季 味霖 加一點白芝麻 好吃的燒肉沾這樣 就搞定了 溫起來很鹹欸 它沾附上的表面 就這樣一點點啊 會鹹 而且溫起來如果不夠鹹 你也吃不下去 為什麼我要吃啊 一般人吃不下去 這樣子呢 我們就可以進烤箱了 家裡沒有烤箱沒關係 氣炸鍋也可以做一樣的事情 只是 有足切的部分的話要注意一下 燒到160度上下火 進去 我們烤7分鐘之後呢 再把它翻面 我們現在要來煮我們的 雞蛋豆腐 問題不大 包起來就好 捲起來 然後我們多餘的地方 感覺是我容易說支禮副瘦的 我看他們做是不會閃掉的 還是妳覺得是我的問題 我覺得是有問題 但我就不說了 是說了嗎 是說了嗎 為什麼你不是把肉扶在長榜上 啊你多得用菜刀切 就這樣切好了 哇 你是天才 剩下豆腐等下分 等下一起抽 7分鐘翻面翻面 我有一個翻卷 我滿粉色的看到 怎麼覺得這個好像用炭口烤 好好吃啊 弄完之後來煎我們的豆腐 現在看起來好像要閃要閃 結果它夾起來其實挺結實的啊 我們就等它熟 那我們把這邊稍微收拾一下 還有我們的五花肉大餐 直接來試吃啦 完成 我覺得它還挺不錯的 尤其是這盤烤串 看起來特別好吃 我先幫芙芝試個讀好了 我覺得芙芙真的好喝 廢工作的東西呢 就是不錯 但是我覺得 有點鹽 這樣子白盤才好看 落雲分飛 好我們去剪我們試吃鹽 來了 什麼意思 這是什麼串燒特輯 這個我看過啊 這當然看過啊 但是我就想做做看 你有自己做過嗎 是沒有 好要先吃什麼 OK 那我先吃 還是先吃雞蛋豆腐 好 欸 對喔 你吃看 我剛剛吃過了 你吃過 我覺得蠻好吃啊 我覺得那個豆腐出來的味道 跟豬肉不對耶 串燒就是要肉味香爽 豆腐無味那個 可能是豆串姐 可是我覺得蠻好吃的 可能我們吃串燒的 他沒有看到 這個只能用煎的 超麻煩 但是我覺得 現在要出現第三個人了 給鏡頭吃 給鏡頭吃一下 我覺得是好吃的 OK 今天我當一把繁殖標 我覺得你可能不喜歡 是因為豆腐本身味道不夠 就是香香香香的版 JOTO BUDDY 壓下去 但是我自己的感受 是我喜歡吃它 肉的感覺 軟軟的 然後把那個東西 中和的感覺 見人見識 大家可以試試試看 我覺得不錯 但是有點搞乾 好 那下一個我們來吃什麼咧 Potato 這個 我已經做好心理準備了 它應該是 TOMATO吧 對 TOMATO POTATO 我剛剛在思考 TOMATO TOMATO 好 啊 這個東西 很奇妙 剛吃下去的時候 番茄的味道非常的濃 然後搭配那個肉的那個鹹味 調合成一種完全沒有辦法融合的怪怪的味道 但是呢 你越嚼越嚼越嚼 它那個五花肉的那個肉香 慢慢慢慢慢慢就會蓋掉那個番茄的那個味道 就開始越來越好吃你知道嗎 很奇妙 大家可以在家裡自己吃吃看 外面賣的應該會被那個調料給蓋住 我們這個今天做的是滿健康的嘛 還天然的 都是食材本身的味道 再來 鳥蛋 鳥蛋怎麼會失敗 哇 很香的 哇 我們也都包太中規中規的東西了 我們現在包什麼 五花肉包大腸 又放假一樣的 真的嗎 想看五花肉包大腸 感覺想像一下好像也不會難吃 反正是大腸包五花肉 塞進去 那種包五花肉感覺很像便宜 好像蠻屌的耶 我買一罐大腸然後摔進去 但我已經有買一段大腸了 你不如把所有東西 把它通通都加進去 欸這杯香腸 香腸我沒錯 我覺得這個東西夠香 但是我自己不愛 因為我不喜歡那種乾乾的粉粉的口感 好鮮喔 很好吃啊 那種過度的調味啊 我在外面吃的 在煎糖的時候是嗎 對我在外面吃的這種 金針菇的那種烤串 是會煞很重的那種燒烤的那種粉 這吃起來 金針菇基本上就是集中那個口感而已 但是這個的金針菇那個鮮味 真的還在 這個東西就是在家裡 你可以直接烤 拿出來丁就好了 好 再來 那邊煮 這個東西應該要這樣子吧 這跟那個 那時候阿金跟露林做那個 五花肉包爐屎 一樣好吃到爆炸 這個比剛剛那個好吃很多 到目前為止最喜歡這個 最脆的口感 再加玉米的箱前 然後跟豬肉的味道疊起來 變成新的層次 好讚 再來 最後一個 這看起來像是 電光教育各個都會出現什麼東西 我告訴你 他為什麼沒有人過這個東西 我覺得有點多了 因為 甜不辣的味道 其實已經算是蠻夠的 再加上豬肉 我們蠻意外的 它居然沒有融合欸 可是玉米爽成作品 就有1加1.2 對啊 金針菇也有1加1.2嗎 大 1加1大約了 這東西1加1大概1.8 有1.8 然後我覺得就是變成 1跟1 我個人自己覺得呢 這次豆腐啊玉米唇啊 金針菇啊 跟鞍醇蛋子都是超好吃的 那今天呢 希望可以幫他解解貨 如果大家有什麼 有趣的食物搭配組合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好啦 那就是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想支持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下喜歡 如果喜歡我跟酷素的 記得幫我訂閱的頻道 OK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